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关注的在制度上面 在法规上面 在所谓的结构上面各式各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劳基法的修法 其实是连续接了好几个礼拜都在谈相关的问题上礼拜 虽然不是跟劳基法修法之间有关 我们也谈到这个美利华高尔夫球场这个罢工的事件 可以看得出在这个过程当中 工会其实常常处在一个所谓的非常不利的这种位置 但是我们政府却要把这个所谓的保障劳工的权益 去交给劳资协商去解决 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挪了一点 就是在去年年底的12月13号 事实上劳团曾经发起的这个反对劳基法修二的大游行 当天的这个游行的队伍一度的在这个中山南路口跟这个所谓的中校西路口的这边集结 那在集结之后呢 因为在虽然这个所谓的主办单位宣布了解散 可是很多的群众对于这个解散的状况还感到不满 甚至觉得说这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所以就发起了这个在台北街头难得一见的这个所谓的街头的游击站 那在这个街头游击站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警察像以往一样就把这个呈抗的群众呢 在台北车站前面的呈抗群众呢 所谓的送到警备车丢包 那不过不只是这次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呈抗群众被丢包 包括在现场要去做维护这个所谓的呈抗权益的这个律师呢 也遭到了这个逮捕被丢包到这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了这个当天在现场的当事人 这个党居瑞律师透过党居瑞律师的这个现场陈述来告诉我们 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在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字述的过程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请教党律师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不可以先请你先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当天的12月13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我们在看到了公共的报道 看到公司的报道都看到一个当天的情况 从一个现场当事人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当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嘛 是 那因为我跟丁文森律师在先前 因为12月4号也有一场反饶及法休恶的那个 惩抗活动 那因为当天可能有点误会 所以我们后来就在号召了一场那个 号召了一群 一群那个热血律师 就是当天我们原本两点的时候有些人集合 那我跟民众大概讲说就坐爬炮 然后到那边跟他说有问题的话我们会随时陪证 那之后我们就解散了 那之后我大概跟群众走了大概不到 应该不到一小时 那警方就已经就是自己突然冲破 冲进来 要来破坏这个游行 然后后来就 你说警方冲到现场破坏游行 对对对 那后来就是整个队伍就集结在那个中校西跟中山南那个路口 那那个时候冲突就发生了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着法炮 然后在那边行使律师的知权 所以从那天的下午你们就已经着上法炮 对 我跟另外一个李津奇律师 就是就着法炮在那边看警察 那我们也是当中我们也是赶快 因为我们毕竟律师也只有二三十人 对 是不足以应付这么多的那个 如果有大批的那个拘捕行动的话 那我们是不足以就是 不足以就是那个应付这些人 所以我们就赶快联络法府 开启公民不服从专案 那开启之后我们就开始宣导 这个公民不服从专案 那后来就是发生了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 主办单位就宣布解散了 那后来我们也不敢走啊 因为群众没有走 我们也没有我们也不敢走 而且更何况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听说 耳朵被撕裂上了 那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下道的那个 人顶上面然后做宝宝当吉祥物 想说警方看到可能会有所节制这样 那后来大概到了九点之后呢 那个他们不知道 他们突然决议就是往外冲 然后 就是群众决议往外冲 群众突然就是往外冲 那我们律师也只能往前冲 对 就跟着他们去帮助他们 对 那确实啦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光是在忠孝西路跟那个公园路还是公园路那一段 就已经有一个高阶警官就是大力的摇晃那个民众 那我走过去跟他讲说就是你不要这样粗暴对待就是当事人 然后念他的编号那他看到我就跑掉 嗯 对那后来我我们其实当天有四个律师在现场 嗯 就在跟着大家跑啊 但是我们其实因为到处都有警察在四处就是乱打民众的情况 对 那所以我们其实聚集在一起的机会不多 那就一路跑一路跑跑到了 我们有时候根本就是追不到群众就是我甚至就是后来就追了警察跑 那最后我们也是在群组里面一直就求救说我们真的四个人快跑不动了 那有没有律师可以来支援 那最后丁文森律师刘冠廷律师陈又欣律师陈又欣律师就来到现场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慢慢走到东山门然后坐在地上 那时候应该是晚上已经已经大概11点多了11点35分 对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走过去因为已经真的跑不动了 那跑走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坐在地上 我们以为我原本以为已经结束了 因为都没有什么人 然后突然就是还有那个不清楚那个情况的阿姨们跑过来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在拍学士照 对然后我们就说没有我们是律师这样 然后突然讲了这句话那个警察盾牌就围过来了 把我们就全部都 如果你是把我们全部集中在某个地方 集中在东山门 然后就是 然后他就把我们集中在东山门之后 他就不跟我们走 那按照大法官是自那个392号 比如说他已经限制你们的这个行动的自由 对然后甚至也难以脱离那个空间 所以这一定是逮捕拘禁阿 这没有那个任何解释的空间 对阿那甚至就是东山门里面就是像有这张图嘛 就是这样图 这看起来感觉好像是这个新闻标题是下说是 就是警方与这个东山门前的那个群众对峙 但是实际情况是说那个东山门里面原本还有群众 对那警察我亲耳听到说警察是说部队前进 所以一直不断压缩我们里面的空间 那其实在里面其实已经很不舒服 他们又一直把盾牌往内压 就是你刚刚讲说他们已经有一些是一个口袋的策略 然后把这口袋越来越紧缩 对但是感到很强烈的这个样子 但是我到东山门的时候 我是看到很多人大家坐在地上休息 包括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以为活动已经结束了 对大家都不知道跑去哪里 因为说实在话我们真的追不到当事人 甚至还有人就租那个U-Bike 然后去追才找到人 对阿然后我们也一直问 从11点35分问到那个12点50分 问说指挥官是谁 为什么要把我们逮捕在这儿 没有人要跟我们讲 所以你们是被限制自由在一个区域里面 但是你们去询问说现场指挥官是谁 为什么要做这种所谓限制自由的事情 现场的警察没有人理会你们 对那我也是就是基于律师身份 我就只能讲法条嘛 那我就跟大安分局分局长讲 跟基层员警讲 说你们这样子可以就是按照公务人员保障法17条 你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们是不用完全绝对服从长官义务的 但我想这时候讲这些话 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是要维护那个现场的积蓄 不要让群众到处四处乱穿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可能会妨碍交通等等 那如果真的造成这样的问题 对他们来讲也可能会受到处罚 可是那时候其实有其他照片 我们这边都有很多证据就是 我们就大家都坐在地板上休息了 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对那他反而是把二三十个还是三四十个 然后用摆就是十倍的警力把它包起来 对啊 后来呢后来把你们这个关在这个所谓的限制这个行动自由之后 后来也你们也跟群众一样被送上警备车丢包到不同地方 应该是说一开始后来我们就想解套方法 我就打给背剑了 因为现场指挥官那个现场几场都保持节目圈啊 然后问说指挥官是谁 那个大安分局分局长说是第一分局 好那我们问前面 然后前面也说不知道 后面也不知道 左边也不知道右边也不知道 但后面指挥官一直喊部队前进 不断的一直挤 感觉一股神秘的力量神秘的声音在指挥 但是不知道他是谁 他一直叫我们一直往前挤 然后一直说不要打警察 但是那其实警察有个手册啦 就是说不要打警察 保护媒体 保护律师就是把这个 就是好像暗号把律师带走这样 然后不要打警察就是赶快打民众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问我们就好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退一步嘛 那我们律师去北检 亲自去找检察官 因为那个按照这个隔日那个北检 那个主任相约检察官 周世宇的说法是说有待命检察官嘛 那我其实那时候在现场就打给北检了 那北检的法庭跟我讲说 检察官不在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沟通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到北检好了 或是到北院生理提诊嘛 因为人民如果有受到这个违法代不拘禁的时候 你觉得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去生理提诊 那我们就举律师证 那就去跟警察讲 那我们要从后面走 后面的警察跟我们讲说去问左边的警察 我们就走到左边 就其实很难穿越 因为很急 所以你们在现场就变成是啤酒 对 然后我们就问左边警察 左边警察叫我们去问右边的警察 右边警察大安分局那边 就右边警察叫我们会问前面的警察 那这时候丁文森律师就拿着那个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画 我们常常看到画面 他拿律师证问说 这个我们大家就守局律师证 然后请民众先跟我们退一步 那以怕就是 就是警察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就是 是承抗群众这样一样 但是还是要说就是 真的没有人该被逮捕 因为我们 第一个人没有违法啊 就坐在那里 然后莫名其妙被你们围起来 然后 所以 这个时候 丁文森律师就问他说 你到底为什么逮捕我 然后就插案证出来了 就把他整个人拽走 拉走 就说 凭警察 凭警察性质之权啊 然后 一次有人听到账话 就对了 然后就把三位律师说 带走 我原本也是差点要被带走 但是因为我刚刚 刚好看到后面一条 那个麦克风线 我就抓住他 然后 就是说律师被带走 所以带走就带上警备车 对 就整个被 拘捕走了 对于警察而言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陈抗的群众呢 那你们常常跟 这些群 陈抗的群众是在一起的 那逮捕你们其实有违反任何的法律吗 嗯 当然有啊 因为第一个嘛 你逮捕的事由是什么 逮捕只有两种情况 嗯 制作三种啊 就是说传不到 那就是 第一个就现行犯嘛 对 那第二个就是 就是通缉犯 那你凭什么逮捕我 嗯 那而且更何况今天我们有犯任何法 是警察违法 嗯 对 所以其实他是违反了法律来逮捕你们 对 嗯 所以你们其实也提出了这个制数 我们其实很少看到这个律师会去提出制数 他一般来讲不是去协助别人去注重 或是协助别人去控告别人 对 可是为什么要提制数呢 提制数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说律师自己去 对 为自己案件提制数嘛 我相信这个 也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啊 觉得 就是 不要造成检察官和警察的为难啊 嗯 那我们就让法院直接就是做个审判这样 嗯 那我们律师应该有一点专业 只是说我们输 就输在 没有检察官这么国家机器这个权利而已 嗯 所以你们希望透过这个制数这个举动 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让警察不能 违法 直接把人 他说我们拒重嘛 嗯 但是其实我们是被拒重 嗯 那这些东西就是荒谬的行为 一定要让就是 法院去做一个判决出来 嗯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所谓的诉讼的 对 这样的程序 让法院可以把这个第一个事实真相去厘清 对 那第二个除了厘清之后 你们也希望 警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比较 相对之下是一个比较保守的 或者是 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吗 我们是希望就是指挥官负责 嗯 对那所以我们提出 我们提出的法条大概就是 施行拘禁罪还有强制罪嘛 嗯 还有那个违法逮捕罪 嗯 那还有关于丢包的问题的话 这个李茂森老师有说啦 那我觉得应该开玩笑的时候 可能有重犯人犯的问题 因为你都把我逮捕 你代表你就 就把他放到把地方去放生 是一个重犯的意思 对对重犯 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到这个现场 来跟大家继续讨论说 做的这一件事情 到底警方 我们更想起来谈 他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近这几次 不是只有律师被限制 这个刚刚谈到的行动 事实上记者也是喔 那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的法律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台湾的集会游行 台湾的民主自由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 面临到什么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圆载报新闻 劳基法新法在1月31号公布 从3月1号起 轮班至劳工班次转换间隔可下修为8小时 医护劳动团体布满劳基法修二 在网路发起联署公投 并收到2000多份联署书交给中选会 希望今年底公投案能和九合一大选一起进行 负责发起联署的伊劳蒙表示 这次修法比以前更加倒退 因此从上个月11号起 在网路上号召民众复决劳劳基法 短短两周内就搜集到2000多份联署 针对劳基法第34条更换轮班间隔时间缩短 提出公投案希望能尽快启动第二阶段联署 并达到281745票的联署门槛 其中也有不少在野党代表显身立体 伊劳蒙理事长楚宁伟表示 医劳人员如果在精神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轮班 影响的恐怕不只是自己过劳 而是病患的生命安全 希望能维护身心健康的基本权利 透过公投退回劳基法修二 美国12名国会议员宣布 提名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运动 主要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三人 竞选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 为了争取香港特首选举的公民提名权 2014年9月26日 香港爆发大规模公民抗议运动 示威者占领中环等多个主要干道 香港政府动用证报警察发射催泪往私驱离 群众利用雨伞抵抗 因此被称为雨伞革命 运动的三名主要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 2016年被裁定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 分别被判社会服务与缓刑 但香港上诉庭2017年改判三人各入狱六到八个月 三人一月底保释外出等候上诉结果 美国国会议员致函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信中 赞扬当年发起的雨伞运动 是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 对香港法治、人权与政治自由做出贡献 这项提名期盼能表彰雨伞运动 透过和平抗争手段捍卫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高度自治与公民自由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一号发表声明强调 这次的提名非常及时 因为香港所享有的自治正在被侵蚀 同时雨伞运动的领袖也正遭受报复 香港法院则是会在2月6号针对这三人是否要重新回狱中而进行宣判 美丽华高尔夫球场的工会罢工暂时落幕 1月30日进行劳资谈判 董事长黄世杰也现身承诺不会以外包方式聘雇员工 如果违约将支付工会600万元 也将尊重劳动部裁决结果 若被认定是不当劳动行为 将撤回工会11人的解聘并不发工资 美丽华高尔夫球场正门口的罢工纠查线已经清空 工会发起罢工历经280多小时 成功获得资方承诺 不会用外包的方式来取代正职的厂务人员 不过工会31号再度前往新北市申请路权 下一步打算在球场对面 搭盖临时的会所展开长期抗战 至于公司的支遣是否为打压工会 得等到5月劳动部做出裁决结果 美丽华公司则表示罢工造成公司上百万元损失 球场草皮餐饮部则需要花时间重新整理 预计2月1号才会重新营运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在现在的会客室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党居瑞律师 其实在12月23号去年12月23号反对牢记法修大游行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或是看公库 或者是看公司的报道都会发现在当天晚上 不只是这个群众被逮捕被丢包也包括了律师在现场也被逮捕 而党律师事实上当天就是在现场的律师在刚上段的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当天所发生的这个流程 以及他认为警察执法的一些问题 不过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继续请教这个党律师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距离现在发这个时候 你提出字数距离发生已经一个多月了 为什么要隔一个多月才去提出字数呢 第一个要先说明的是说其实我们原本是打算两个礼拜 然后其实证据也收集的差不多了 那因为最近有卧轨案 然后还有多事自求 对所以我们就是卧轨那天其实有很多律师都没有睡觉 大概24小时以上没睡觉 对然后我们也越来越多东西要处理 那正式的话会在下礼拜提出字数 那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准备的资料是完整的 可以把警察的行为彻底的彻底的那个跟法院交代清楚 那也让法院做出一个还大家公道的那个判决 那之后呢不是说我们只有提律师 因为现场我刚刚就像我前一段说的 就是说没有人该被逮捕 那所以就是之后如果民众要提字数 我们这边绝对会有意愿的 我们会我会我们会希望会有 就是也号召这个其他道长们 出来一起义务帮忙这些民众字数 对 不过回到我们刚刚上面谈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后来警方有说 这是因为违反了这个集会游行法第25条 是 这一个活动也许下午的活动是有经过申请的 那当然他可能变更了这个路线 而当这个主办单位宣布解散之后群众开始试散 然后也在台北街头到处乱窜 那所以警方的这个所谓的立场就是说 这是违反了这个集会游行法第25条 根据的25条就是说这个游行是没有经过许可 所以警方当然是有权这个主管机关 有权去强制这个解散 或者命令这个解散 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呢 他现场有去强制解散吗 那如果群众不解散的话 那他去做逮捕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妥的吗 我觉得要分很多段来看 第一个先说 我觉得这可能符合大法官四字七八解释的 临时性紧急性集会 那就不需要经过他们的许可或是核准 不过这个怎么去认定 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法院的时候去认定 因为他确实是有他的紧急性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劳基法他一直往 就像一个失控的火车 一直往前冲 但是我们政府都听不进去我们的民意 对 那所以这些民众的愤怒我想应该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他这个愤怒 然后还有希望政府去撤回这个法案 所以第一个要去认定他是不是一个紧急性的行动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警察他根本没有在东山门举牌 也没有指挥官举牌 就是没有说违反集会流行法一次两次 我确实有看到举牌啊 不过在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个举牌就有点 可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申请 他为什么还要举牌 也要举牌三次 按照基友法25条 要举牌三次嘛 你才开始驱离啊 可是很明显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并没有在东山门举牌 那他在 你不能在总统府举牌 然后去逮捕在那个东山门的群众 这其实很荒谬啊 那甚至好啊 那我在退万步而言之 你说你觉得我没有危险 你要用警察资源侵私法19条 说你要管束我 那你要跟我讲啊 可是我在现场问 没有人要跟我讲 所以基本上来讲 假设他要去强制驱离 他也必须要回 符合这个法律当中 所谓的三次举牌 这件事情 但是你在现场看到 他是没有三次举牌 而且没有人要回答啊 就是把我们围在那里 一小时 直到丁律师去 找那个 看起来像是指挥官的人 因为还是没有人知道 谁是指挥官 那这时候突然冲出差异症 把他拽走 然后开始逮捕人 然后后面的 也往前推 所以这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你们的这个角度跟立场 其实不只是这个 你们会觉得说 他事实上是符合一些紧急的状况 所以有这样一个群众 有这个群众 再来就是假设他要逮捕 他也必须要去举牌三次 甚至要告诉大家理由 因为你们已经违反了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法律 甚至已经造成了公共危险 可是在现场当中 其实你们询问了很多次 主动问了很多次 这个他们也是不问不问不回答 对那我们说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搭捷运 甚至我本人要搭凌晨一点的火车 然后我们都要走了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聚众在那 对就是我们没有聚众啊 那他后来蔡安正 他拿着麦克风说 我现在就是要进化台北火车站 你们聚众在这 进化是什么意思 对进化很荒谬 然后聚众 我想说奇怪 我们明明就是被聚众的人 对 然后甚至我后面有个阿姨 就很惊恐 跟我说那律师那个 我现在可以报案逮捕 报案说有人拘禁我人身自由吗 我说你可以啊 可是我想应该不能理你 他现在现场怎么去分辨哪些是 可能成抗的群众哪些 只是要回家的民众了 这个有办法去分辨吗 这警察在现场有办法分辨吗 刑事犯罪的话都要无罪推定了 你怎么会有罪 先推定他要真的还要再去抗争呢 所以其实在现场也没有做出任何的举动 对啊我们就要真的要回家啊 就是 而且我当天就是坐在地上 真的很累 所以即使他真的认为有些人是 可是他也可能会去扩展到一些无辜的回家的民众嘛 而且在现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区别 即会游行他似乎只能呆守谋吧 那其他人他 第一个我们根本不是一个即会游行 那你也没有举牌 也没有说叫 然后你又说那个是驱离 那你驱离的话你就把我们赶走就好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逮捕 拘禁对 这很奇怪 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当中也会有一个争议 因为你们会不断的强调我是律师 然后也穿了这个律师服 甚至也拿出了这个律师的这个相关的识别的这个证件 那律师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他是有特权的吗 他是必须要差别的对待的吗 我不认为律师在违法的时候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违法 我们真的在他说四次要举那个解散之后 我们我们都不走 然后我们要我们要违法 然后我们硬要跟着群众然后打警察 然后陈康这样 这个时候我觉得逮捕律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关键是律师本身就有一种 我其实有点蛮难过的就是说 我那个318那时候我还不是律师嘛 我就带着行政使用法坐在地上看 对 然后看到一个人满脸是血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义务律师平台 然后有一个律师讲了一段话 他说律师就是自诩为人权的捍卫 律师在养成的过程啊 会一直觉得说自己是一个人权的捍卫者 那律师法第一条 还有甚至我们知道的律师诗词 都说我们是以捍卫人权为使命 那后来第一个被抓走的就是那个丁文森律师 也就是讲那段话的律师 这真的其实让我蛮难过 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在当下我看到律师被逮捕的时候 被整个被拽走的时候 就是其实百感着急 你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考上这个律师的 就是在刚好在那一年 刚好在那个318那一年 就是坐在那个立法院外面地板上读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我去从事这个行业 我去做这样一个律师的考试 事实上是某个角度是要去捍卫人权 可是竟然那个在现场被侵犯人权就是我自己 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那应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吧 因为想像的跟在实务上面 竟然有这么大的落差 我觉得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他或许就是说 那个 民进党他或许他就是 在街头运动就是出生 所以我觉得 我不能拿起 拿他跟国民党比 其实对民党不公平 因为国民党就是来到台湾 杀了很多人 然后白色恐怖 然后好像解言是给你的恩惠一样 然后 可是 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 我们相信他 然后把东西给他 把权力给他 就他是这样回报我们的 其实心里很难过 就是 你居然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人民 那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柯文哲下令的 还是民进党的受益 但是我内心还是有对民进党 希望不要是民进党 对象 我想这个 从一个实物来讲 这个希望可能也 不大 而且甚至也没有必要 因为他都是国家机器 不管是所谓的白色力量 不管是国民党 或是民进党 他都是国家机器 我们大概也很难去期待说 国家机器 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就一定是特别的事 其实我是认为他的国家的权力 他确实有在一直往 那个爪子感觉越来越大 力量也越来越大 从那个台北巨马大展这样 看得出来 对 然后这个 说要保护委员 然后 把那个 在大雨中把棚子拆掉 我看了其实真的蛮难过 这其实蛮有趣的 最近这几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他常常会用保护的这两个字 例如说 保护记者的安全 所以把你们请出这个承抗区 保护这个所谓的律师 保护这个承抗民众 然后必须要干嘛干嘛 那这个 其实相对之下 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不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要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要说 为什么要区隔律师 是不是谁 律师到底是不是承抗民众 或说记者到底是不是承抗民众 我觉得真正要自己反思的是警察 就是说 你们到底有做了什么 亏心事 需要 让别人 不能再 你才要 你才可以做的行为 让律师不能再来的地方 你才可以做 像 像那个 李荣瑜他被脱衣服的时候 其实我在旁边 我不认为他真的有自己脱衣服 那 我就听到一直有人在尖叫 那甚至在卧轨的时候那一天 我们有一个律师不小心掉落月台 然后有顺利到达 那个被逮捕者那个月台 然后他确实有就是他就乱叫 因为他怕有这类的事情在发生 他就乱叫说不要脱我当身衣服 那我后来确实找到 有一个人差点真的被脱衣服 所以我觉得警察自己应该真的回去想想看 你们这样的养成的教育真的对吗 在所谓的现场的状况底下 律师当然从你刚刚的角度来讲 他必须有一个所谓的保障人权 所以这些所谓的可能的当事人 其实你们都会尽全路的去保护 甚至在现场 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个警示 就是让警方因为有律师在场 而不去做一些为预举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其实在现场时很多的冲突 而且这冲突其实有时候很难预料 也许不见得是警方故意的 可是他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危险 你们会害怕吗 在你的经验当中 曾经面临到什么样的这些冲突呢 嗯 我其实在1223那一天 我怕就是有人被逮捕 甚至就是川律师保这些档案的两个人 就是群众跟警察中间 嗯对 至少不会有人被逮捕嘛 就是你 我其实觉得像那个 318的时候 若安婷律师说的 就是其实你那时候 你也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你也知道你要把那些人保护住 把他拉回来 嗯 新北市老公 对新北市老公余来科长 那都跟指挥官确认好了 就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罢工 那警察还是协助资方带头冲啊 嗯 甚至冲破封锁线 我是觉得 那时候我自己脚也被打伤 嗯 嗯 对我是觉得 很荒谬 就是这个 警察发疯了嘛 嗯 这个部分 其实我不知道 你特别特别谈到民进党 虽然我觉得对民进党不需要特别的期待 对 可是成为一个在现场的人 或是经历过这个所谓的318运动的 这个相关的当事人 事实上恐怕也很难 没有这样的期待 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在318的时候 其实看到行政院在323有这么大的 这个警方有这么大的动作 甚至打到头破血流 对 似乎也没有发生逮捕律师这样的事情 对 那可是在这一次 或是在政党轮替之后 这样的一个律师受到 受到伤害 甚至被逮捕的情形也发生的 你怎么去看呢 台湾的这个言论自由 台湾的民主政治是越来越紧缩了嘛 嗯 这也是我们律师一定要提起字数 然后也要为 后续也要为民众提字数的原因 嗯 我们不想要看到台湾变成一个 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国家 或是跟北韩一样的国家 嗯 你但是现在已经 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去走 我 我不认为 真的会变成那样啊 可是我觉得民众党 他处理的 说法是比较细致一点的 嗯嗯 对所以他会 就像徐国勇 嗯 他隔几天说 就照念中正义分局的那个发言 对 对 然后甚至其实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故意演一个行动剧啊 就是类似好像是警察局演一个行动剧 那个学生真的是剑道社 好像剑道社 他就是他背背着一个木槿 他只是路过那个 中校西路 他就被警察压制在地上 嗯 就是这种目击症 目击者 嗯 对所以 警察后来在中正义还特别演的那一出行动剧 嗯 我就觉得就是 不要再就是持地图已经三百两了 嗯 对好好面对就是自己的作为行为 嗯 我想在民主社会当中 并不是说他是完全失去的 可是即使在所谓的一个维持秩序的角色 特别是警察 他有基本的奋计或者基本的法律 他应该要去遵守 我们也看到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很多次在 不管是在新闻自由上面 在言论自由上面 在所谓的机会有行上面 也许民进党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成抗 是一个老手了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处理成抗的过程当中 基本的法律都必须要遵守 更何况 民进党过去还主张 这个集会有行法要重新的去修正 要更加的犯宽 甚至也有民进党一些朋友 主张是不需要集会有行法 但是我们会看到 在执政之后去往的另外一个方向去走 事实上让大家是非常非常的 这种所谓的不满的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问题能够逐渐的减少 希望这个问题甚至不是逐渐而是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非常谢谢今天党律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让我们对这个事情有比较多不一样面向的了解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希望我们下礼拜 Mai 请不吝点赞 啊 嗯 回答吗 water it heut 我很想我 Oil and 满漫都是 276 elo